中華職棒28年的開幕戰 也是富邦漢將隊史首戰 隊上中信兄弟隊 可說是另類的金控大戰 此戰也創造出許多熱門話題 其中一個最大的亮點 便是富邦漢將這次的先發投手 是年僅25歲的本土投手黃毅智 老實說原本知道是由本土要來出戰羊頭 負免讓人有些擔心 沒想到黃毅智一夫當官的投到了第七局 並且只被打出四隻安打 失了一分 完全看不出來是年輕球員的青色 看來中華隊未來的王牌有望啦 另外林薇婷在五局下半 集出的滿罐全雷打 一局將比分拉到了7比1 而他也成為史上第四位在開幕戰 打出滿罐炮的球員 威婷在去年就已經展現出他優異的長打能力 期待他這個球技能夠更上層樓 搭配上他優異的手臂 想必未來一定是中華隊當家的二雷手 這一集也可以說是這場比賽的分水嶺 最後是尼福德接替被打出三分炮的黃聖琼 最後投出了再見三陣 結束了這場比賽 也拿下了富邦悍將對死的首次救援成功 這場比賽不論是在進攻或是防守方面 富邦都是勝過了中心兄弟 也拿下了中華職棒28年的第一場勝利 也希望他們能再打出一場場的好球 繼續通往他們的衛冕之路 再次回到你的了 為甚麼都能解決 及任何人知道 我們到處於世界中華聖琼 我們到處於世界上